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mic 今天你見到我來到一個地方 好像是一個工廠 亦都好像一個實驗室 其實今天我就找了我的朋友 他是 Ikau Ikau 他的職業很特別 他的職業原來是一個結他維修員 是不是維修員 對 今天我本身就自己上網看了很多東西 就打算設置結他 就是這塊 知道這塊是什麼嗎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告訴你 懂一點代表 這塊其實是一個Logosi 我們調整這條頸 究竟是它的弧度 我知道是這麼多 但我發覺調整這條頸都不太好 而且開始調到 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傻傻的聲音 所以我今天就拿了我自己的心肝寶貝 過來看醫生 找Karmic 你可以簡單點想 就是延距 延距 延距有多低 即是貼不貼線 你可以這樣說 怎樣為之高 怎樣為之低 如果 按我看 我的尺 這些是專用的尺 量度的是千分之 七十六十一百 這樣的寸數去量度 我通常會量度 第十二格 這個我看到的讀數是 0.110 沒錯 0.110 即是說 你現在這邊的高度是 千分之一百寸 一百十寸 OK 然後這邊 這邊是多少呢 0.100 大約 大約 那這邊是千分之一百 即是十分之一寸 那 那就 要高一點 一般 例如在這裡 我設定過的 Taylor 那就可以低到 Bass那邊 大概是 大約 落到千分之九十寸 即是比你剛才 就會再低到千分之二十寸 那 這一邊的話 就會是 即是高音部 就會 低到 可以千分之 大約 六七十 六七十 即是現在 這邊就高了 差不多 一倍 這邊就高了 滴滴 那就可以這樣理解 是 調教這個頸 接著 去調教這個 Settle 還有這個 Nut的高度 那 大概就是這樣 那 不過呢 精細度就很準確了 因為我們說 要低低低低低 那千分之幾 怎麼可以做到呢 就是那個問題 那 例如你去磨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就一塊東西 但其實是磨很久 沒有很久 沒有很久 你想不想試一下 可以 好了 現在就 等Came教大家怎麼磨這個 Settle 好 那就給你玩一下 那 如果你想自己試一下 就 那 我現在計算這個東西 就是 8.89mm 那 你看看你磨到多少mm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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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教大家 如何磨這個Settle 其實最重要是幾樣東西 首先你一個位置 墊住 有一張沙紙 接著一個磨 磨 磨的時候最重要是平一點 知道嗎 對 用音力 不要太用死力 這樣就不平了 全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就不像Came教我 因為沒有給我任何指示 不知為什麼 但我按照磨 一分鐘 開始加速了 有點斜了 好了 這麼快磨了一分鐘 那究竟我磨了多少 好 你自己猜磨了多少 好 剛才是0.889 我想 不是8.89 8.89 我想我現在都有 我想8.6 不要磨太多 因為你知道 其實這兩個伏線是OK的 是嗎 好 你估計 就是 就是 下了0.3mm 那麼 中了3字 就是 你下了0.03 有些問題 我當然是用專業的沙打機 可以看看 沙打機 可以看看嗎 我不走 好了 現在這就是 帶了GJ的帳戶 因為原來 摸這東西的時候 會出現大量的粉塵 不然有積業病 那些 會開啟 這個吸塵機 就用這東西來摸 來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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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呢 我覺得 換線 我就一個月換一次 嘩 你換得很密 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 果然專業 如果設置的話 我想一年一次 就知道 嗯 其實呢 設置的話 就不需要 就是這樣做的 亦都不需要 正常做 一年做 一次 我建議是 設置完 你應 如果你保持得好好的 你不是由 一個很濕的地方 搬到一個很乾的地方 或者拿去其他地方 美國再回來 這樣的話 基本上設置完一次 就應該可以的 如果你的結他 是沒有改變到 特別的用途 是不需要再特別設立的 低是第一 對初學者是很好 嗯 第二 就是對 advance 彈得很厲害的人也很好 因為他真的 彈得很厲害的時候 真的差一點 就是差一點 那 而且呢 我想基本上 沒有人會 是不想低的 不過 有些情況 其實不是低就是最好的 例如 如果你去做Busking 嗯 那你一支結他 你又不一定有M的 或者就算你有M 我相信你 在Busking的時候 比較用力 你有什麼特別呢 你彈的時候 會有什麼不同呢 你覺得和在家裡彈 掃得更厲害 行一點 沒錯 當你掃得更厲害 行一點的時候 那條線 彈的幅度 就會大一點 如果石頭 非常非常非常之貼 就會Busk 所以 如果你說 哇 你這支 又很想超貼 又要Busking 就 只能夠 拿一個中間位 就 不可以去到 叫做好貼 好貼好貼 明白 所以Busking 和Busk 都是 差不多全法 這樣也被你想到 OK 你可以這樣說 不是什麼神奇的 只不過是 如果沒有專業的工具 你就 比較要 需要長一點的時間 還有可能你最後 轉到的結果 可能是有 六七成 這樣 還有可能你就要 擔心 例如這批線 你這樣上上下下 那麼多次 你就應該會報銷了一包 座底 又或者是 你稍微摸得太低 這個就 要去買過 要去買過 是你那個尺寸 又要適合你的闊度 長度 高度 還有你買過之後 你又有頭摸過 這個也是 可能有機會 低的就是 你又要再買過 簡單來說 如果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就是 浪費錢浪費時間 也不要這樣說 不過 真的 未必可以做到 我有工具做到的水平 吃完飯回來了 做完了 搞定 對 低了 可不可以試一下 除了做低了 還有沒有幫你做些什麼 有 首先 其實 幫你做了 好像我所說 這條頸 這裡 最主要是 你這個其實是低了 太低了 還有弧度 是有點問題的 然後 最重要的是 一來已經發現 你這塊蓋 已經是掉了 順便幫你貼上 這些位置 可能已經 領得太多了 有些鬆 都幫你調整 鬆緊 現在 上延 就會比較順一點 新熱 實正一點 裡面也做了清潔 你裡面有樹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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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很感謝 Karl 這裡是他的維修中心 在長沙環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些維修的東西 就可以留意 下面 有他的Facebook 也有我的頻道 大家可以訂閱 接下來 也會和Karl 拍多些關於 有關於結他 可能是買結他 或者是一些維修上的 一些小知識 總之 記住 如果你的結他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問 或者在Karl的Facebook 如果真的有些問題 需要拿來看 也可以免費檢查 對 OK 現在可以拆出來 讓我彈一下 好 先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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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